今天我要给你解读一本关于控制愤怒的说 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那种被愤怒包围的感觉 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却什么都做不了 其实愤怒不仅影响心情 还会影响健康 严重的还会影响人际关系 甚至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 比如有些人动不动就找茬 动不动就跟家人发火 只要他在家 家人就会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最终离婚 还有的人工作上出了问题 明明气得不行 却又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发作 哪怕白天憋得内伤 晚上也是气得睡不着觉 更有甚者 第二天怒气冲冲地开车上班 结果发生车祸 成为怒怒的一员 这样的情况 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怎样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呢 这也是本书今天要讲的主题 本书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 爱丽丝所著 被誉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之父 和认知行为疗法之父 一些学者认为 自爱丽丝是罗曼伊德以来 唯一一位建立了自己 理论体系的心理学家 1913年 出生于美国匹兹堡的爱丽丝 是三个孩子中的长子 但她从小家境不好 父亲常年在外经商 很少关心她 母亲冷若冰霜 话不多 不爱听 父母关系一直不好 爱丽丝12岁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爱丽丝从小就对人类的心理活动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她最初的理想 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 加尔菲心理学家 可惜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在她28岁之前 爱丽丝写了一堆 关于性的文章 但并没有发表 这篇文章 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直到这个时候 爱丽丝才发现 她对心理咨询的爱好 就像文学一样 因此 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心理学的硕士学位 后来创立了 理性情感行为疗法 今天的控制愤怒 讲述了 如何通过理性情绪 行为疗法 来控制愤怒 我将通过以下三个问题 为您解读此书 首先 为什么 我们通常控制愤怒的方式 是不可取的 第二 如何用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 改变信念 并控制愤怒 第三 控制愤怒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首先 我们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呢 说到愤怒管理 很多人的脑海中 都会浮现出这句话 明明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活不下去 的确 我们经常能听到很多 控制愤怒的方法 有些是矛盾的 有些是愤怒的时候要发泄 有些是要忍气吞声 有些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 有些则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爱丽丝认为 这些方法 没有一个是可取的 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 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 书一开始 他就指出了三个控制愤怒的误区 让我们一件一件地看吧 第一个误区 是发泄能控制愤怒 这一观点主要来源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这一派的顾问认为 如果愤怒不能宣泄出来 久而久之 负面能量就会积累起来 如果积压的怒气 不能宣泄或发泄 就会导致疾病或情绪上的困扰 因此 心理分析师建议 如果你生气了 一定要马上表达出来 不要留在心里 给自己带来伤害 但是爱丽丝认为 发泄愤怒 不仅无济于事 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伤害 一方面 愤怒会触发某种内在机制 导致动脉损伤 从而引发心脏病 另一方面 发泄怒火的人 不管是言语还是行动 都不会无动于衷 如果对方 也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怒 那么很可能会引发 更多的愤怒和暴力 第二个误区 就是当你生气时 要停下来 控制愤怒情绪的方法之一 就是在愤怒时 默数20秒 或者出去散散步 爱丽丝觉得 这样做也不是为一种好办法 她的确能使人冷静下来 从而避免伤害自己和他人 但是暂停策略 作为一种长期的愤怒管理策略 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 第一 它会使你避免情绪上的问题 从而使你 无法学会 如何有效的管理情绪 第二 它会使你逃避问题本身 而非解决它 比如 当你和爱人吵架的时候 如果你停下来 出去走走 或许可以缓解一下 你的怒火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三个误区是对过去的洞察 能控制愤怒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和过去经历的影响 比如 看到有人虐待孩子 那些受过虐待的人 肯定比没经历过的人 更容易生气 因此 一些咨询师认为 对过去的经历 能帮助来访者 找到愤怒的根源 但是 爱丽丝认为这样的探索 可能是有趣的 它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但是它只能帮助你找到愤怒的原因 而不能真正帮助你平息愤怒 它举了个例子 你找个教练学网球 教练说你握拍角度不对 机球姿势不对 不够灵活 然后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弄明白你的握拍姿势 和你姐姐学到的机球姿势 对你学习打网球有帮助吗 当然没有 好吧 这就是 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常见的控制愤怒的方法 并不可取 那么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这是我接下来 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如何用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 改变信念和控制愤怒 说这个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什么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又称ABC疗法 在这个理论里 A代表特定事件的发生 及发生的事情 B 代表我们对这件事 所持的观点或信仰 这是我的想法 C表示事件发生后 我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结果 我借用书里的例子 来具体解释一下ABC疗法 这个例子贯穿了本书的整个过程 我们将在后面多次提到 假设你有个朋友 我们就叫他杰克吧 杰克答应跟你合租一套公寓 一切费用 都由你来承担 前提是你得负责装修 还要配家具 你答应了 花了不少心思装修家具 最后一节课 跟你说 我不租了 这时候 你大概会很生气吧 在这个例子当中 杰克答应和你一起租房子 然后又反悔了 这就是ABC理论中的A 也就是说 具体发生的事情 你愤怒的原因 就是这个理论中提到的C事件 简单来说 杰克突然反悔 放了你的鸽子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情绪反应 在平时是很常见的 但爱丽丝认为 我们通常会忽略事件A与结果C之间的 另一个重要变量B 即信念系统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体系 用来评价身边的人和事 比如杰克答应 跟他一起租房子 现在又改变主意了 如果你的信仰系统认为 杰克是个不守信用 糟糕透顶的人 你一定会很生气 不过 如果你觉得杰克 反悔给你带来了一些麻烦 那你就可以重新找一个合租的人了 因此 爱丽丝认为最终决定 我们情绪反应的是 事件乘以信念 而非事件 我们无法改变具体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及信仰体系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艾利诺 罗斯福曾说过一句名言 别人想要使你感到羞愧 必须得到你的同意 这也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观点 不是因为具体的事情 而是因为你的信念 既然信念是决定 我们是否愤怒的关键因素 那么如何改变自己的信念 成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首要任务 这里爱丽丝把信仰分为两类 一类是理性信仰 一类是非理性信仰 理性的信念 通常是与现实相符合的 能使我们感到愉快 而非理性的信念 往往会曲解现实世界 如绝对化 以偏概全 黑白分明等等 这些信念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比如 我有时快乐 有时我不快乐 这是理性信念 我必须每时每刻都快乐 这是一种非理性信念 有四种非理性信念容易激怒我们 一是你对我不好 二是 我不能容忍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是你不该这样对待我 四是你不该这么做 也不该这么做 所以 你是个坏蛋 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四个非理性信念 都包含着一个基本信念 即别人必须做什么 爱丽丝认为 这些信念意味着 我们希望别人满足 我们所有的期望 一旦期望不能满足 我们就会变得容易生气 比如杰克答应 跟你一起租房子 然后又放了你 如果你认为 杰克必须履行诺言 否则他是不负责任的 因此 要从根本上控制愤怒 必须转变信仰 把容易引起愤怒的非理性信仰 转变成理性信仰 我们该如何转变呢 在这里 我将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认知辩论 通过向自己提出问题 挑战非理性信念 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 怎样 以什么方式 有哪些证据等等 以杰克为例 你也许会觉得 杰克是个糟糕透顶的家伙 运用认知辩论法 你可以问自己 为什么杰克会对我如此公正 这样问 你会发现杰克对你的公平对待 和对你的不公平 都有50%的可能 也就是说 杰克并不一定要公平对待你 如果杰克能公平对待我 你会产生一种相对理性的想法 但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种信念更符合实际情况 也较少激怒我们 刚才的认知辩论 就是在自问 为什么 同样 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 有没有什么证据 原来 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都是一厢情愿 与现实不符 通过辩论 你会形成更加理性的信念 这些信念可以帮助你减少愤怒 如果你觉得认知辩论太复杂了 不太容易上手 那么 第二个转变信念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 最好两个字 比如男朋友要百分百宠我 再加上最好两个字 那就是最好的男朋友 应该对我百般宠爱 虽然只加了一个词 但新的信念更加理性和客观 把非理性的必须转化为理性的期望 如果你的男朋友不能百分百地宠着你 那你就能理解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样 你就不会因为男朋友 一点点不合你的心意 而感到无法接受和愤怒 这是第二个我要向你解释的问题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认为信念是决定 我们是否会愤怒的关键因素 保持理性信念 并其非理性的最重要途径 是认知辩论 也可以用更好 这两个字来代替 基于理性信念 爱丽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来控制愤怒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四种 既实用又方便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无条件地接受自己 所谓的无条件接受 就是接受自己的缺点 接受自己的错误 接受自己的愤怒 接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要无条件地接受自己 你可以倾听别人对你的正面评价 这样你就会更喜欢并接受自己 并且训练自己去接受那些 因为缺点而愤怒的自己 告诉自己 愤怒只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每个人都会生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开始接受自我之后 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保持这种自我接受的感觉 爱丽丝认为 我们之所以坚持某种信念 是因为我们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向自己证明这一信念 比如你认为蛋糕好吃 牛排不好吃 所以每次吃蛋糕时 你都会对自己说 哎呀蛋糕真好吃 比牛排还好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蛋糕会比牛排更好吃 同样当你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很生气 但是没关系 你会慢慢地接受自己会生气 控制怒火的过程 就像是治水一样 如果一味地控制 不仅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还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愤怒 愤怒只会积聚地越多 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了自己 尤其是接受了 我会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注意力 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而不会去追究我为什么生气 所以接受愤怒的自己 对于控制自己的怒火 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个途径是理性的情感想象 具体的方法 就是想象一件消极的事情 或者一系列让你生气的事情 比如 你通宵做了一份策划案 自以为做得不错 结果第二天老板就告诉你 这个策划 要交给你的同事去做 跟你无关 你可以尽情地想象 这些糟糕的事情 你一定会很生气 在这个时候 尽量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尽量把它发泄出来 注意 这里指的不是发泄愤怒 而是在想象层面上发泄愤怒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愤怒之后 你要开始回顾这个过程 看看自己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生气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认知辩论法 循序渐进地练习 找出激怒自己的不合理信念 然后再与不合理的信念展开辩论 如此循环往复 怒火就会慢慢消散 如果你经常练习理性的情绪想象 当你真的遇到了让你生气的事情时 你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第三个方法是羞耻感训练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爱丽丝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愤怒来掩饰羞愧和尴尬 比如有人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话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这时候你会愤怒地问他 这是什么问题 他现在的愤怒 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羞耻感练习的目的在于 帮助我们减少羞耻感 从而克服愤怒 具体做法是厚颜无耻地 做一些令人羞耻的事情 比如告诉一个陌生人 你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在公共场合唱一首难听的歌 或者穿着奇怪的衣服等等 这听起来很奇怪 甚至有些奇怪 但是当你真正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些事情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可耻 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你做了什么 多做这样的练习 你的羞耻感自然会减少 愤怒也会减少 第四个方法是信心训练 很多研究都表明 自信能明显缓解愤怒情绪 比方说 当你认为你能应付工作中的挑战时 你就不会因为领导给你分配最困难的任务而生气 爱丽丝给出了一些训练自信心的具体方法 这些方法类似于前面提到的羞耻感攻击练习 不同之处在于羞耻感和羞耻感带来的愤怒 这里的信心训练主要针对因缺乏自信而产生的愤怒 锻炼信心的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些冒险的事 首先你要做一些你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演讲 比如蹦极 比如向喜欢的女生表白 第二个锻炼自信心的方法 就是故意告诉别人你把事情搞砸了 比如考试没及格 或者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升职机会 第三个锻炼自信心的方法 就是鼓起勇气去对抗别人 很多时候 愤怒是由于缺乏对抗他人的勇气 试着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有益于锻炼你敢于抗争的勇气 说白了 就是做一些以前没做过 不敢做的事情 这种感觉能帮助我们增强自信心 我们越肯定自己 就越少生气 以上是四个具体的控制愤怒的方法 无条件的自我接受 理性的情绪 想象的攻击 羞耻感的训练 自信的训练 这些方法与转变信念一起 从认知 情绪 行为三方面进行综合作用 从而达到控制愤怒的目的 好了 控制愤怒的书到此结束了 我们知道 发泄策略 暂停策略和洞察过去的愤怒 是不能真正控制愤怒的 爱丽丝的理性情绪疗法认为是不合理的 这让我们非常愤怒 她向我们介绍了改变不合理信念的具体方法 即认知辩论 从思维层面控制愤怒 同时提出四种具体的控制愤怒的方法 无条件的自我接受 理性的情绪 想象的攻击 羞愧的训练 自信的训练 很好的控制 愤怒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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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 明天见 爹